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亏古蜀国王子陆岩及时赶到 他这才逃出升天 但富无双智 祸不单行 陆岩最终因救他而死 可在他的心中 早已经没什么比陆岩的性命还要重要的东西 所以 他选择牺牲自己 将原单偷给陆岩 三千年后 邻足圣女不复存在 留存于是的只是侵权债于登登 于登登养父名换于摊子 是一个数法高超的巡猎师 缺点只有一个 而且非常致命 那就是赌 于摊子看到赌房经常信的会走不动路 所以尽管他本是远超常人 家中的日子仍旧富裕不起来 收养于登登那年 于摊子刚死了女儿 在跟妻子合计之后 便不顾于登登领族的身份收养了他 于摊子夫妇收养于登登后 一直把他当作亲生女儿看待 乃至于登登都在不知不觉中 以为自己真的是于摊子夫妇的亲生女儿 因此 尽管于登登后来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亦以妇女关系跟于摊子共处 在于登登的印象中 母亲是死于仇杀 而且时间比较久远 压根就无迹可循 所以为母报仇的事情便一再耽搁 现如今 随着龙闻重现人间 关于于登登母亲死亡的往事 也再一次就是重提 原来于登登母亲死前 曾在雪地上画了个龙闻 并非是于登登认为那样无迹可循 话说那龙闻 其实是古蜀国的图腾 在陆岩的身上就有着那样一个图案 这次于摊子讲述于登登母亲之死的时候 他恰巧在门外听到了龙闻一事 在那后 陆岩的心情就一直很低落 显而易见 陆岩应该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说不准 杀了于登登母亲的人 就是跟陆岩的较为亲近的人也不一定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 于登登是有八九 是要跟陆岩一刀两断的 毕竟杀母之仇不共戴天 在这于摊子一直都反对陆岩进于家的门 如此一 来 他们二人的感情势必会再遭阻隔 不过 结局肯定是好的 俗话说有情人忠诚眷属 他们二人的误会终会有解释清楚的那一天